这个立板一面滚动到最后的时候 可以显示一个页角 提示用户已经没有需要加载的内容了 可以先去定义一个模板文件 把它放在templates这个目录的下面 名字可以叫它footer.wxml 里面添加一组template name设置一下模板的名字 叫它footer 版里面我们可以先用一个view 上面加上footer这个类 然后用一个wxif 去绑定一个is-earth 里面包装一个view 上面再加上footer 下滑键下滑键img 它里面是一个图片 用一个image组件 src设置一下图片的地址 在我的项目下面的assets 下面的images目录里面 有一个landscape.png 再去用一下这个模板 打开首页视图 先导入footer这个模板文件 在最下面我们再用一个template 要使用的模板是footer 用data这个属性绑定传递给模板的数据 添加一个is-earth 然后再去处理一下这个页角的显示的逻辑 先在页面里面我们添加一个is-earth这个数据 把它的值设置成false 然后再找到这个unreach bottom 在请求成功以后 我们可以动态地去设置一下is-earth的值 它的值就是判断currentpage大于等于totalpages的结果 回到开发者工具再去预览一下 向下滚动页面 继续地滚动 没有需要继续加载的内容以后 会显示一个夜角图片 这个夜角图像的显示 我们可以再去修改一下 我只想去用这个图像底部的一部分 打开小程序的样式文件 在这里我们可以去设置一下footer 下滑线下滑线image的样式 height设置成120像素 overflow设置成hidden 隐藏多余的部分 display设置成flex alignitems设置成flexand 然后再设置一下footerimage下面的image这个组件的样式 把它的width设置成100% 再到模拟器上面 我们可以再去预览一下